芒果TV 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劉根宏 祝大家新的一年 那我知道大家覺得泡服很可愛 也可能有很多人覺得 劉悠悠很可愛 或身上很可愛 我先祝福 如果你要生小孩子 我都祝福你 不管男生女生 都比我的孩子還可愛 然後呢 也祝福每個家庭 幸福美滿 這是我非常希望能傳遞的 心情非常開心 因為在這個場地 這個當中呢 第一個 光在後台就非常熱鬧 可以遇到許多的朋友 老朋友 然後很明顯的 或者是一些新朋友 然後大家就是過年的氣氛 然後當整個節目就不能說 就真的充滿了過年的氣氛 感覺我們真的是在大年初 一直在過年的感受 所以感覺很好 覺得泡服他長大了 相對起來呢 他在 那面對這個 可能生活當中許多的事情 他會稍微比一般同年齡的小孩 穩定一些 畢竟感覺遇到的挑戰非常的多 感覺好像見過世面 或見過事情太多了 他現在對一般的事情 他會比較容易沉穩 不容易情緒這麼高低的起伏這樣 大年初音網友TV 還有我們的爸爸去哪兒 新春特別版 那再聚在一起 我覺得大家 就是一種熟悉的感覺 雖然過程當中 到時候大家看就曉得 怎麼說呢 挑戰還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們依然還是勝過了這些挑戰 希望這在過程當中 我們的辛苦 能讓大家看到我們的成長 跟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當然哥哥就非常的期待了 所以呢 那新春特別版到底 小泡芙複製貼的哥哥 會不會也出現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常常見面 這個 Hephry當時 很喜歡 他哥哥 就小語恩 喜歡泡芙的哥哥 因為 泡芙的哥哥比較大 所以可以帶他玩 那泡芙跟他兩個 像小姐妹 其實跟著哥哥到處玩 所以他們其實幾個 聚在一起其實還滿好的 然後 Romeo還沒辦法玩 Romeo像只能傻笑而已 Romeo